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全新思维 本书的作者是丹尼尔·平克 是著名的未来学家、趋势专家 他被称为21世纪商业思潮的拓荒者 作者寓言,我们已经从左脑时代钻向了右脑时代 随着工具越来越多样化 肢体的功能就被逐步地外包出去了 比如汽车是我们腿的延伸 手机就是我们感官的延伸 我们以前觉得,大脑的功能应该不会被延伸吧 工具是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思考的 这么想大体上是没错 但是,大脑也分左右脑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逐步在代替我们的左脑 那我们剩下什么了? 就只剩下那个善于想象 善于创造 善于图像化思维的右脑了 于是,右脑的开发程度就变成了未来一个人 真正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转向右脑思维的三大推动力 第一个原因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充裕 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已经走过物质匮乏的时代了 我们平时去超市都能感觉到 物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洗发水有多少种 牙膏有多少种 只要有钱就不怕买不到东西 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选择困难期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以前我们买东西追求的是实用性 马桶盖就是用来做的 手表就是用来看时间的 现在马桶盖可不是马桶盖了 不但要好用 还要好看 还得进口 人们已经从追求实用性转到了追求美观 追求品质 追求款式 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东西它是不追求实用性的 比如说蜡烛 按理说现在谁还用蜡烛呀 它就是个装饰作用 但是蜡烛企业每年的销售额依然非常高 第二个原因是亚洲的崛起 大量的知识型业务都在被外包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美国一个电脑程序员的年薪 通常会达到7万美元 但是同样的活 印度一个年轻人就能更快更好的完成 价格还只有这位美国程序员的25分之一 给他300美元 他就把活干了 那这些美国的企业 当然更愿意把工作外包出去了 摩托罗拉 英特尔都在俄罗斯设立软件公司 匈牙利建筑师正在为加利福尼亚设计公司画设计图 菲律宾的会计正在为欧洲的咨询公司做审计 我们中国大量的设计师正在给荷兰的菲利浦公司做设计 第三个原因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任何的需要记忆的逻辑性工作 电脑都比我们做得更好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以前认为程序员 医生 律师都是高端职业 这些职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大量使用逻辑能力 像医生在诊断的时候都需要遵循一系列决策术式的判断 你是有没有鼻涕 有没有咳嗽 有了要怎么办 没有要怎么办 你的各个指标是高还是低 然后再对结果进行推理 这些其实都是电脑擅长的 所以现在大量的医疗软件开始出现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人们用软件就能自己诊断病情 这三种力量让左脑思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们从信息时代 在这样一个概念时代想要找到自己的谋生手段 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右脑思考 那就必须要清楚地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做的工作是不是外包人员比你的成本会更低 这个外包人员可能不是你周边的人 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竞争者 第二个 在未来 你的工作电脑是不是会比你做得更好更快 你是不是在和电脑在抢工作 第三个 在这么一个不追求实用性的时代 你提供的服务是不是超越了实用需求 能满足用户的精神需求 用户在享用你的服务时 能不能激起一个场景想象 未来我们必须掌握的六大能力 为了更好地迎接这种趋势 作者给我们列出了未来人才最需要的六大能力 叫做三感三力 三种感觉和三种力量 三感是指设计感 娱乐感 意义感 三力是指故事力 交响力和共情力 一 三感 第一种 设计感 这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设计师 设计其实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要求你有很高的审美标准 去不断地追求新颖和美感 一个商品能提升的价值空间就是设计感 每增加1%的设计投入 公司的销量和利润就会平均增加4%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一 即使你的苹果6还好好的 但是7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想要迫不及待地换个新的 你是为它新加的功能买单吗 肯定不是 苹果手机的所有功能 平时我们用到的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其实就是为了好看 为了新颖 为了漂亮 二 宝马的设计总监就说 我们生产的根本不是汽车 是一件艺术品 福特公司也宣称 现在的福特汽车马力 早已经让位给风格 用户就是为设计买单的 三 美国政府部门也在追求设计 04年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了 使用多年的12号等宽字体 换了一种14号新罗马字体 因为新字体看起来更工整美观 审美 就是靠直觉提取优化信息的能力 人的这种能力是机器取代不了的 那怎么锻炼这种设计感呢 作者建议唯一的提升办法就是多看 多参观创意博物馆 多看设计杂志 多观察生活 第二种娱乐感 你如果不懂幽默 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的服务里没有娱乐感 那你的用户可能就不会买账 按例 印度就有个组织 里面的成员每天早上起来练习大笑 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地笑一会儿 看起来很怪异吧 但笑完之后 他们说一整天都心情很好 而且精力充沛 笑的作用和瑜伽和冥想是一样的 就是把脑袋放空 让大脑减轻压力 第三种是意义感 意义感其实就是对应的 马斯洛需求定理的最高层 自我实现 在未来 意义感会变得更为重要 所有有才能的人都会追求自我实现 要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所以 学会把自己做的事情 嫁接到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上就很重要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一般人唱歌要么是喜欢 要么是赚钱 但是邓紫棋唱歌就不一样 他是现基督教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我是替上帝把歌神带给大家 二 三例 第一个是故事例 故事是把信息置于一个场景当中 让信息具有一种情感冲击力 这一点在商业上也越来越受重视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假设你面前有两种酒 这两种酒的价格 口味 包装都差不多 其中第一瓶用了很多形容词来做推销 这个酒好喝 味道甜 质量好 送出去有面子 说了一大堆形容词 第二种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酿造这个酒的是一对偏远农村的二姐妹 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酿酒的 有一天他们的酒厂着了大火 他们的父亲拼死冲进火海 拿出来了一个秘方 不幸的是 他们的父亲也烧成了重伤 最后临终前 父亲把这个秘方托付给他们 希望他们把祖传的事业继承下去 为了纪念父亲 他们打算每卖出去一瓶酒 就从里面抽出一笔钱 以父亲的名义捐给希望小学 目前已经累计捐钱了一百多万 帮助了三千多名失血儿童 如果你买这瓶酒 就会有更多的孩子会得到帮助 这个故事明显是瞎编的 但是它就是具有故事力 能调动人的情绪 现在同样两瓶酒放在面前让你选 你很可能就会选后面这个讲了故事的 怎么练成讲故事的本领呢 作者给出的方法是写迷你小说 经常练习写一百字左右的超短小说 有人物 有关系 有铺垫 有转折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编故事 第二点是交响力 其实就是指的系统性的思维 能把看似无法匹配的因素 组合起来的能力 真正的创新全都是跨领域出现 那怎么练习这种跨界思维呢 作者说最好的办法是练习比喻 把它转化成一个你熟悉的东西 第三点是共情力 和别人产生共鸣 我们人的情感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替代的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你女朋友不开心了 开始给你抱怨遇到的麻烦 其实女孩这时候哪是向你寻求帮助哦 她只是想表达情绪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说什么对策 你也要表现得不高兴 和她一个状态 注意听她说 然后等她说完了 她知道你也感受到她的情绪了 再说点开心的事情 把话题引到好玩的事情上 这样对方才会觉得你懂她 所以去体会别人的情绪 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 去感知别人 和对方达到一个情绪和思想频率 这个是未来人才所必备的一个能力 它可能比理智思考还要重要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整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强调了在未来我们需要从左脑思维转向右脑思维 有三个原因促使我们必须这么做 一个是物质的充裕 一个是知识型外包服务的便捷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为了应对这种趋势 我们需要重视六种能力 这六种能力简称三感三力 三感是指设计感 娱乐感和意义感 三力是指故事力 交响力和共情力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能力培养起来 那就是活在趋势中了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